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这里是Villa 你现在收看的是月杂谈 那么在上一侧月杂谈里呢 我跟大家讨论了一下关于初学者是否要购买音箱的这个事情 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们就讨论电吉他的另外一个设备 就是效果器 初学电吉他需要购买效果器吗 这个视频的前半部分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后半部分呢 我会用我旁边的这款Hotone的Impero综合效果器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使用综合效果器的 这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准备入困的朋友们来看 那我视频下方的那个记录条呢 就会给大家标出来我每一块的一些大概的内容 如果你只对那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自行的跳转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就要吐槽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很多电吉他的大佬们呢 都吐槽过的一个问题 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 经常看到一些明星大咖户的是一些人气的up主们 会发电吉他 弹唱的一些内容 这个其实本来挺正常的啊 点进去看啊 就不正常了 很多这样的人都是把电吉他当木吉他在弹 就是用弹奏木吉他的方式在弹电吉他 我就很好奇啊 为什么不直接弹原声乐器呢 为什么不直接弹木吉他呢 难道是电吉他的外形比较好看 难道是弹电吉他凸显一下与众不同 我觉得原声乐器有原声乐器的玩法 木吉他也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魅力 如果是电声乐器的话呢 就有电声乐器他的玩法 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人物 也不是弹琴非常厉害的人 也只是一个菜鸡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稍微 哪怕是懂一点点电吉他的人呢 看的那样的内容也会很尴尬的吧 反正我看的是真的很尴尬 电吉他呢 他是一个电声乐器 他的魅力呢 就在于他的丰富的音色 和他独特的演奏形式 所以说说学者如果要入电吉他的坑的话呢 你除了要去学习他的演奏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你要去了解 这类电声乐器的发声系统 其次呢就是到音色系统 去辨别什么样的风格 适合什么样的音色 更加夸张的是 也就是促使我这一次 一定要在这个视频里面吐槽的 就是我在这个视频开录之前 刷到的那一个视频 他直接推在了我的首页上面 而且还非常非常多的观众 在为其捧场 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呢 我第一次知道了 电吉他外放弹唱 这个新的门路 那么吐槽完之后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我们这个视频的内容了 需不需要买效果器呢 我觉得遇到以下这几类情况的话呢 就需要买一个效果器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你在音箱上的音色 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 你需要更多的音色的时候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你需要外出演出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设备就会更加的便携一些 第三种情况呢 也就是我之前在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说到的 就是我以前在宿舍里面的时候 害怕吵到摄友 但是我自己又想要去练琴的时候呢 我就会在效果器上面接个耳机 我觉得这三种情况吧 应该就是我个人认为 需要购买效果器的情况了 如果大家还觉得有什么其他情况呢 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哦 效果器其实就是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模拟的 一种是数字的 像大家所说的单块呢 传统的模拟单块效果器 它就是那种小小的方方的 一块块的 每一块呢就只有一个效果 比如说它是混响呢 它这一块就只是混响 就是只是这一个混响 如果是过载呢 它这一块就只是这一个过载 如果是质量好的 模拟的单块效果器的话呢 它的价格是不低的 那么模拟电路出来的音色呢 也是比较了迷人的 但就是搭建起来的话呢 有一点点复杂 其次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种音色的话呢 就携带起来就会不变邪了 数字效果器呢 就是我们说的综合效果器 电脑里面那个软音源 综合效果器的话呢 集成了非常多的箱头和单块 余一声的效果器平台 是以数字的形式去仿制了那些箱头和单块的音色 所以一台综合效果器里面的东西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 它的音色相对于音箱还有单块来说呢 就会有一股数字味 也就是动态啊 手感啊 就会稍微差一些 那根据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价格 不同的算法 不同的硬件配置等等的 它的音色呢 就会稍有差别 甚至不同的品牌 在做同一个箱头的时候 它们出来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综合效果器的优势就是 一桌就能切换到各个你已经设置好的音色上 很多朋友也私信来问过我一些意见 然后我推荐一些单块给他们 但是我的回答全都是 如果是初学入门的话呢 我不建议购买单块 正所谓玩音乐 穷三代 促成这件事的呢 就免不了单块这个东西 你如果要配一种音色的话呢 它往往需要非常多块 那这样加在一起的话呢 它的价格其实就不低了 而且你如果想要第二个音色 对不起 重新配一套 温情举例 这边给大家举例一个 我们的朋友 Miss Woman 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后摇乐队的吉他手的三块正 初学者往往对音色就没什么概念 对歌曲风格可能都没什么概念 对电声的系统就更没什么概念了 所以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音色 这一说了 就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司机 也避免不了捣鼓的过程 我买了这个回来 然后发现放在我的这个阵里 不是那么合适 然后又换一个 节衣缩食啊 毕竟穷三代能省则省 所以我们都是会考虑把这个出二手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就陷于一个黄色的动物 是动物吗 的软件里面成为他的奴隶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打开手机 第二件事就是擦一擦 温情举例 这边举例一个我的好友 也是曾经乐队的吉他手六子的捣鼓记录 但如果你是买综合效果器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用软件效果器学习的成本会更低 但是其实购买一套软件效果器的价格还是挺贵的 而且只能在电脑上面使用的话 它的便携性就不那么好了 大家所谓的免费其实大多数都是盗版 其实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正版 考虑到各种方面的原因 如果你想要购买效果器的话呢 综合效果器是比较推荐给刚想要入坑的朋友们的 也就是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音色 而且它还会有预制 相当于在我们在批图的时候使用的滤镜 就是它已经帮你调配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预制音色 你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些修改 更加贴近你想要的效果 又或是你可以直接完完全全通过自己的搭配和组合 组合成你自己想要的音色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的建立音色的理解 和认识效果器链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通过你学习使用综合效果器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更加知道什么是音色 什么是电吉他 甚至什么是音乐 等我刚刚说的那些所有你都熟识了之后呢 你这个时候再去购买单块 我觉得是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其他发出一个音色并不是单单靠一个效果 它是靠非常多的排列组合 才让它发出这一个音色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综合效果器的这个配置界面 等等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慢慢的去理解效果器链 那接下来就是我个人分享一下 如果作为一个初学者的话呢 我是怎么利用这个综合效果器 去学习理解这个效果器链的 我用的这款综合效果器呢就是Hotone的Empereo 这款效果器呢我是在去年的月展的时候 我就有去玩了两玩 当时觉得是月展也太吵了 没听清 所以说最近呢 我就正好有机会能够好好的去研究研究这一块 我个人觉得它的整体的质感 我是挺满意的 还有一个这个显示屏 它的触控方面呢 还是非常的顺的 唯一一个点呢 就是在我想要更改这个模块的排序的时候呢 我双击有时候会有一点点这种没有get到我在双击它 这块直接就有搭配有踏板 我觉得就很好 它的这个长度呢 是完全跟效果器是一样的长度 所以导致所以它这个踏板就有一点点小 再踩上去的时候呢 需要用脚后跟来控制 就不是我们非常习惯的那种用脚掌中间的部分去控制 所以说需要一点点时间来适应这个小小的踏板的 这个是它们的Supress 2 一款新的踏板 用单块的你可以接 用增加消耗器的话你也可以接这个 正常习惯性的那样子踩上去 很轻松的就可以控制 阻尼感也是比较够的 顺滑但是又可以比较精准的控制得住 特别是我比较喜欢它旁边亮的这一圈灯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演出的时候呢 灯光往往没有那么那么亮的 这一圈灯呢 就可以提示我们大概踩到一个什么程度 个人当然是比较喜欢用稍微大一点的了 啊谁不喜欢大的呢是不是 我们可以通过在YG的踏板来做更多的音色的效果 那我们直接用Hotone的Impero这台综合效果器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用它来学习 关于效果器中的参数对于音色的影响呢 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过多了来说了 我们主要还是把重点放在去学习和理解效果器练 这一块的东西上面 现在我直接把电吉他接到声卡里面录音 让大家听一下电吉他最原始的声音的效果 这个呢就是甘情录音的声音 是没有发挥出来电吉他的效果的 一般弹电吉他呢 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不会用到这样的声音 现在我已经把电吉他接到了综合效果器里面 那我们就用开机的这个第一个效果 它的预制 名字就是Welcome to Imperial 这个预设声音就是一个丰满的湿针音色 我们可以在这个编辑预设这个界面里面 直观地看到它使用的所有的效果和效果器练的顺序 这个音色它用了六个模块 我们可以从它已经调好的音色 反向学习一下刚刚用的湿针音色是怎么调出来的 可以把它所有的这些效果全部关闭 然后就是我们最开始的甘情的声音 我们再把它一一的打开 然后音色的第一步呢 就是先选择一个合适的箱头和箱体 可以先打开它选择的这个箱头来试试看 就是如果是单独用箱头的话 这个声音就听起来有点怪 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用箱体来搭配箱头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给打开 现在就有了一个音色基础了 就是箱头和箱体它作为失真源呢 可以决定我们音色的这个基础 现在使用的这个箱头加箱体呢 就是一个音式的高增益失真音色 它其实还使用了一个推子 这个呢属于音色动态类的效果器 我一般把它都放在箱头前 加了一个推子的话呢 可以使我们弹出来的音色更加有力一些 在箱头和箱体之间加了一个降噪 大家可以听到现在是有一些噪音的 然后让我们打开这个降噪之后 就没有噪音了 这个音色在箱体之后还加了两个周边的效果器 Delay和混响 延时和混响 我先听一下Delay 打开混响 使用了这些效果器之后 就呈现出来了这个预设中的音色 如果我们想基于这个音色做一些改变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效果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使用到压缩 可以加大它音色的密度 或者是可以把压缩换成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效果器 加一个音调类的效果器 可以营造出和声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调节一下EQ 为了演示的话呢 我们就调的夸张一点 平时的话我们就不会调那么那么夸张 通过各频段的增益调节呢 就可以产生不同的音色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歌曲的速度来保存 不同的这个预制速度 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切换不同速度的歌曲的时候 延时的速度跟预设的速度匹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我们刚刚的这一套思路来调第二个音色 这一次呢 我想调一个挖音和八度音色 我用到两块踏板 一块就是impero 它自带的踏板 另外一块就是Hotone的Sopress 2 这一块呢 就来控制挖音和音量 这一块呢 就来用作表情踏板来控制八度 用我们刚刚调第一个音色的那个思路 我们先选择一个箱头 我们这次用的是 傅克Machel的JCM800 这个经典的箱头 那箱体呢 我们就选一个经典的绿背 就是以现在这个音色为基础 我们再去加别的效果 然后呢 我们也是同样跟第一个音色一样 加一个推子 想让它的声音变得更有利一些 那加了推子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它的噪音也变大了 也是跟之前一样 在箱头后面加一个降噪 降低它的噪音 想让音色更加有空间感的话呢 我就也是加一个混响 这个混响的量有点大了 调节一下它的参数 我们也像上一个音色一样 加一个Delay 开启 同步 接下来的挖音 我们就放到第一个模块 用这个吧 接着我们马上就要设置这块踏板 来控制挖音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控制设置这里 选择表情踏板1 这个选项 这样子的话就是 是效果器上面的这一块踏板 然后我们要把目标模块1这里 改成我们刚刚的挖音效果的模块 就是FX1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用这块踏板 来控制挖音的量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块踏板是控制音亮的 然后它亮的是红灯 我们要控制挖音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这块踏板用力往前按 按成绿色 一般就是站起来的话就比较好 好踩一点 现在就可以控制挖音的量了 再用力踩踩着红色的话 就可以关掉我们的挖音效果 变成控制总音量 现在就是到8度了 我们就在模块这个FX3这个地方来设置 我们选择这个效果器来做一个8度的效果 同样也是需要放在箱头之前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位置改变 现在我们就要来设置 这块踏板来控制我们的8度 也是在控制设置里面找到表情踏板2 就是我们外接的这个 然后控制对象这里呢 我们目标选到FX3 因为表情踏板它不能控制效果的开关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control这个彩钉 设置它来控制8度的效果的开关 要把它原来软重的这些给关掉 只保留FX3 现在我们要用的效果就已经设置好了 假如说我们这首歌的速度是120 我们就把这个预设速度这里调到120BPM 就点保存 保存到第二个音色 然后名字我就现在暂时就不改 通过以上我所有的这些理设 介绍和分享的话 数字效果器的优势 还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你的使用和研究 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但是它的学习成本呢 又非常的低 所以这就是我推荐初学者 购买综合效果器的原因 但是丑话先坐在前面啊 建立音色理解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去幻想就说 啊我买一块综合效果器 我就天下无敌了 也没有 是需要大家花时间去研究 花时间去探索 花时间去学习 慢慢的积累之后 才会有所提升的 那么最后呢 就祝大家好好练琴 天天开心 幸幸福福 天天向上 如果你正好也是想购买一款 效果器的话呢 超通的这款Impero 在它这个价格上面来说 各方面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 一个产品 它各方面的表现的话 在这个2000多元的这个价位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好吧那以上就是我这个视频 分享的全部的内容了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参考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帮我点赞投币收藏 评论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呢 时不时会分享一些 音乐和音乐方面的小知识和小技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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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